我呢 就打算回去让我爹 去再相府 跟你父亲提亲 你说得对 我们要好 就好给全天下人看 你这个木头人 终于开窍了 四儿 不好意思 我外面还有点儿事 让得让 在这儿陪你聊聊天 我去去就回 李姑娘 对了 对了 韩四哥 上次我与那位燕燕姑娘 也算投缘 此次回京 特意为她准备了些礼物 也不知道 燕燕姑娘喜欢些什么 是否合她的心意 李姑娘费心了 我带燕燕 向你道歇 对了 看来韩四哥 和燕燕姑娘的交情很深呢 啊 燕燕姑娘出生后族 迟早要嫁入皇族为妃为后 我如今 倒下是友谊攀附于她 韩四哥莫要看我笑话 李姑娘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后族 都需嫁入皇族的 韩四哥 这话你和我说说也就罢了 可千万不要让旁人听了去 后族身份非同一般 多少人整日惦记着 我怕你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皇族后族世代联姻 韩四哥倒是不妨 多与燕燕姑娘走动走动 待她日后为妃为后了 说不定还能帮上韩四哥呢 你在说什么呢 燕燕 燕 我为什么要为妃为后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燕燕姑娘 你误会了 我只是觉得 你这般招人喜欢 定会有很多皇族俊杰 倾慕于你 你不用管别人 你只要知道 德然哥的心在我这儿就行了 燕燕 我只是把话说清楚而已 免得他明明对你有意 还不知道实情 李姑娘远来是客 我们不得这般无礼 韩四哥 今日是我言行不当 你莫要责怪燕燕姑娘 燕燕姑娘 我给你赔个不是 好吧 我接受了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李姑娘 我娘嘱咐我要好生招待你 不必这么着急走 燕燕 你不让她走 好 那我走 我就知道你会觉得我在胡想蛮缠 燕燕 燕燕姑娘 李姑娘 燕燕姑娘年纪尚用 有心理说 实属不周 能让在这里替她给你赔个不是 失陪了 燕燕 燕燕 笨蛋寒都热 我故意走这么慢 还不过来追我 我要是过了前面的路口 你是不是找不着我了 不过她陪在李姑娘身边 也不会出来追我 燕燕 来 今日 决堤场有比赛 我正想去找你的 随便一起去吧 我不去 你平日里 可不会错过这般热闹的 说了不去了 变远 她怎么来了 不是要去决堤场吗 还愣着做什么 你答应了 变远 变远 你让开 变远 变远 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我生气关你什么事情 你去找那个董事名师里的人 韩德让 怎么又是你 变远不愿意呢 还不快滚 别逼我再动手 这是我跟变远之间的事情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让开 燕燕 给我 出手 摩鲁国 我每次都欺负你 好几次都让你爹把你给 禁足在了府上 你不生我气啊 当然不 是让我喜欢你呢 原来你是喜欢我呀 那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燕燕姑娘 美丽出众 性格豪爽 全上京城 勤募燕燕姑娘的 那可是不计其数的 我也这么觉得 可惜有些人能像木头一样 就是看不见 木头 好 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 韩德让 燕燕 你可千万别再被这小子迷惑了 只有我这种大辽勇士 才能真正地配得上你呀 你 你说你喜欢我是吗 对呀 我不信 那你要怎样才相信 那你像那个人一样 往那一躺 接上一船 我就相信你的话 你怎么不敢去啊 谁说我不敢 哎 哎 摩鲁鼓 你 我来 摩鲁鼓 摩鲁鼓 下吧 能不能行啊 行不行啊 不信下去啊 哎 摩鲁鼓 为了表达我的爱意 为了表达我的爱意 最佳一棍 你不要命啊你 摩鲁鼓 我才想起来 我爹在府上等着我有事呢 我先走了 走了 燕燕 走啊 走啊 燕燕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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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呢 你干什么 我还生气呢 好了 燕燕 乖 不闹了 好不好 你要是早一点说清楚 哪有刚才的事情 下次 我绝对不会了 日后 我会替你把这些事情 全部挡在门外 我 我告诉你啊 韩德儿啊 我萧燕可不是在全上经 只能喜欢你一个人 喜欢我的人可多着呢 那可不嘛 全上经倾慕你的人 那可多了去了 我跟你说啊 你别以为我不生气了 若有下次 我可没有这么毫哄 我想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而且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要做什么 我呢 就打算回去让我爹 去再相府 跟你父亲提亲 你说得对 我们要好 就好给全天下人看 你这个木头人 终于开窍了 木头人 去 行吗 我这不想说了吗 你这不想说了吗 我说这个鬼 我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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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